今天的進來看新聞 歡迎主播吳雅婷 雅婷早安 春文子好 大家早 好 最近很夯的話題 這個董娘賣股票有玄機的 這個董娘報賺 但是呢 股民慘賠 像是昨天的連鎖的烘焙品牌 85度C的母公司美食 KY的董娘 他轉讓了三千多張的股票 那麼手上的儲股全部出清囉 這個套現大概是五億元 好 網友就說了 想想之前的國具 大家千萬小心 真的 國具前董娘具賣股 當時就可以稱作 是有核彈級的殺傷力 也讓國具的股價 從原本的一千三以上的高點 一路跌跌跌到後來 當時只剩下兩百出頭 也難怪這回85度C董娘賣股 也讓一眾股民認為 是一種警訊 而這個議題 我們等等帶你來關心 我們先看到的是 這回普罰現金六千元 大家選什麼方案領取呢 這六千塊的大紅包 如果觀眾朋友 是想採取登記入帳的這個方式來領著六千塊呢 沒有趕上之前分流的登記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從昨天也就是3月27號開始 已經不用再用這個身份證字號或是 虛誘證的尾數來分流了 不管你的尾數是幾號 通通都可以上線去登記 而根據這個財政部的普罰現金官網顯示呢 截至昨天呢 時間10點以前呢 晚間10點以前 登記的人數已經超過500多萬人的 可見大家是非常的踴躍 而且呢 已經完成線上登記的民眾 在今天就可以到官網查詢實際登記的結果 看是不是有登記成功 好 但其實如果不管是你有沒有上網去登記呢 只要你符合身份資格 到時候都可以領得到 只是說早點領跟晚點領的差別 如果你是採用登記入帳的方式呢 預估4月6號就可以入帳了 而如果你是要指定ATM 直接領現金 就得等到這個清明節之後呢 4月10號開放 好 那麼如果是你選擇的是郵局呢 則是要等到4月17號 所以還有很多的時間 大家可以好好思考再做決定 而普罰6千塊呢 是全民共享的 但是如果你是戶籍在這個地方 還可以額外多領1萬元 那麼到底是哪個縣市呢 答案就是新竹縣 你可以看到呢 新竹縣政府去年首發 净老金貼1萬元 今年決定繼續發 申請時間呢 從4月6號 4月1號開始呢 到9月30號 有半年的時間 但必須符合有三個條件 第一是今年已經年滿65歲了 那麼第二個條件呢 是你從民國94年8月1號以後 涉及的新竹縣名 然後你還要算一算 截至到申起日當天呢 你是不是已經連續涉及 在這個新竹縣已經滿10年了 好 說到前就不得不提到存股足 最近大家很關心的是 股力分配這個配息了 那金融股近期有陸陸續續 公布了今年的股力政策 截至目前已經有8家金控銀行揭曉發了鼓勵了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們版面上的這一張 包括了最先公布的玉山金 這回的現金鼓勵加股票鼓勵呢 總共是配了0.6元 國標金今年是宣布不配息的 那麼國企營現金鼓勵加股票鼓勵是0.34 人大金呢是配了0.95元 那麼永豐金0.8 台中銀0.72 還有聯邦銀0.6 而遠東銀呢今年只配現金鼓勵 這次也滿好的配超過0.4 好 那昨天的張銀法說會也交開了 那麼大家當然很好奇 這回彰化銀行的鼓勵怎麼配 這就得看公司年度的獲利表現了 彰化銀行前年每股是賺了0.84元 在隔年的這個鼓勵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配了0.6元 那麼今年股息配多少 大家都拭目以待 只不過呢 昨天彰化銀行的法說會 發言人也透露了 鼓勵不會比去年差 也讓股東們比較放心了 而股東除了關心鼓勵政策之外呢 也很關心股價 在昨天這件事情呢 絕對是讓很多的股東看傻了眼 就是85度C母公司的美食KY 昨天股價被打入跌停 外界歸咎呢 就是因為85度C的董娘 在上週五申報要出清 手上高達3000多張的持股 消息一出引發恐慌性賣押 85度C母公司美食KY 在上週五盤後的時候 向證交所申報要轉讓巨型股數 也讓週一的時候 個股出現恐慌性賣押 股價瞬間暴跌 看看3月27號週一美食KY 股價走勢以143塊開出 但開盤不到幾分鐘 股價被打入跌停 直接躺平 中廠以141人作收 大跌15塊錢 美食最近的經營狀況表現得不佳 第二點董娘又全部出清 他所持有的股票 3463張 這個張數跟日均量 事實上相對比較大的一個比例 所以說造成市場的一個比較大幅度的恐慌性 回顧美食公司 前幾天股價已經連三天收紅 3月24號甚至漲到157元 漲幅破5% 董娘選在股價高點 申報出脫全數持股 也讓股迷質疑 會不會是股價已經到達高點的訊號 面對市場聲浪 公司在3月27號發出重訊 澄清轉讓理由 是引進國際長期投資人 並且在同天上午9點全數完成轉讓 這個3000多張的張數 如果真的轉給某些特定 對它經有幫助的一個長期投資機構的話 也許未來股價還有往上走的一個空間 證交所揭露 美食KY在開盤後9秒以每股149元賣出 賣在5日均線和年均線之上 呈上出頭股數算一算超過5.1億元入帳 而其實董娘賣股有潛力 國際董作前期在2018年7月 也曾在國際股價創1310元天價時 撒手出脫1.2萬張股票 百億元輕鬆入帳 也讓國際股價慘遭大屠殺 隔年8月最低殺到203元 難怪董娘賣股動向被戲稱 不輸核彈級威力 今新聞吳雅婷 延海旭裁訪報導 好 等等開盤 美食KY的股價怎麼走 外價緊盯 再來看到這個衝擊 也不輸核彈威力 就是缺蛋危機 到現在還是沒有解決 因為雞蛋貨源不穩 也讓需要大量用到蛋的業者 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朋友的這間店 你可以看到他買的是雞蛋糕 他的雞蛋糕非常特別 形狀是烏龜的形狀 因為特殊的造型非常吸睛 不過店家已經宣布了 在20號的時候 他宣布在今年底 都得暫停營業 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已經被蛋商告知 一直到中秋節以前 雞蛋都無法供應正常 所以也只好忍痛停業 因為缺蛋荒 包括像是賣這個蛋黃酥 跟霍鳳黃酥等等的這些高品店家 恐怕也會被迫停賣 現在有許多業者找這個鴨蛋 要來代替雞蛋 不過這樣下去不只缺雞蛋 下一波恐怕就輪到缺鴨蛋了 全台陷入蛋黃鬧劇 不過打開拍賣網站 搜尋雞蛋刷整排 紅蛋白蛋 洗選蛋 各式蛋類全標榜 蛋機場直送 一箱箱雞蛋搬上車 台北民眾直接殺到養雞場 大量購買好幾十箱 因為北部不少通路根本 買不到雞蛋 驅車到南部買蛋 可不是只有個案 臉書社團有人發出售雞蛋紋 特地從嘉義驅車 載上台北 量大還可以幫忙配送 養雞業者坦言 光是散客 一週就會來三次 他有路過的 他也有 就是像小蜜蜂 看到機場 他就聞一下 他有的是在網路上面認識 他就會一直問 從中問到可以 他就不會 沒有 不行 他要一直鬧一直鬧 賣不到他就會 不然一箱兩千塊給你 以黑市價格 向養雞廠購買 一箱約一千七至一千八百元 再販售給民眾 一台金賣一百塊 等於一箱能賺三百元 若一口氣再三十箱 往返一趟就能賺九千元 只是黑市漫天喊價 破壞市場機制 如今蛋荒這把火更燒到 鴨蛋供應 一樣也是你要叫的貨不見得 那個量會上來 冬午節過後也是中秋節 所以現在後面那個鹹蛋 皮蛋的那個製作的 那個產量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有些有些鴨農 也是有在辦那個進口的鴨蛋進來 蛋商憂心 親民過後換成鴨蛋缺貨 尤其端午檔期 鴨蛋用量需求高 恐怕連蛋黃酥 鳳凰酥等 糕點葉都會受到影響 近新聞綜合報導 好 為了解決蛋荒 農委會緊急找外國的雞蛋來救火 預計四月初放親民 廉價的時候 就能撲貨到市面上的通路了 而首批國外進口的蛋 將是從澳洲 美國 泰國 這三個國家進來 而農委會也透露 已經談妥總共九個國家 到時候一盒雞蛋十顆 預計賣六十五塊錢 進口的差額 將會由中央全數來補助 那麼再來看到 首批來台的進口蛋 最快抵達的可能就是泰國 首批有三十二點五萬顆 那麼其實預估今年 總共是可以向台灣出口 大概是五千萬顆的雞蛋 而這也是泰國首都 向台灣出口的雞蛋 因為目前泰國雞蛋只有賣到 像是新加坡跟香港 之後如果再加上台灣呢 口晃會泰國養殖業者 開拓新的市場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 進來看新聞 再把時間交給趙文 立刻下載進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請待 請請 感谢观看